二千年后,蕭若元述往事,论当世,施来者,和大家一起细说太史公,史记 淮南丽王朝,淮南丽王上朝,见汉文帝,大家都知道淮南丽王,就是汉高祖的幼子,杀辟阳侯,杀了沈二姬, 就是因为他当日没有救他母亲,居住嬌臣,是很骄傲, 于是袁安又和汉文帝说,诸侯大嬌,必生患, 诸侯太嬌,一定会变成禍患,可惜削地, 不如削他少少地,罚他,因为他杀了,不问过汉文帝,杀了 币阳侯审二姬,上佛用,汉文帝不听, 淮南王亦瞒,亦横, 繼續更加嬌惑,好,及激浦侯, 柴武,激浦侯,柴武是他的名字,太子的兒子, 謀反視角,这件事被揭露了, 被下獄審判, 連淮南王,说的东西牵涉到淮南王, 淮南王就捉了淮南王, 尚恩千之属,而汉文帝就是 想把淮南王趕去四川, 這個當然是一個充軍, 纜車傳送,纜車傳送就是用囚車, 來押淮南王去, 沿安時為中郎將,沿安那時做中郎將, 乃間約就勸,陛下掃嬌淮南王, 你一向中他,罰少禁,少少禁止都不做, 以致此,於是搞到他這樣, 今又暴吹截至,現在你又這樣侮辱他, 這樣重罰他,淮南王為人江, 淮南王的人很驕傲, 硬頸的人,如有遇, 冒露行道死,如果遇到什麼風寒, 下雨,凸傷,雷劈死了, 陛下景為以天下之大, 佛能庸,人家覺得你是擁有天下這麼大, 竟然沒有氣量庸,你一個弟弟, 有殺帝之名,就變成你殺死他, 人家說你殺死弟弟,內何, 那怎麼交代,上佛聽,誰行之, 漢文帝不聽,就趕他去, 懷南王致庸,結果懷南王致庸, 病死,病死了, 文報了上來,上絕食, 絕食,漢文帝,哭甚哀,哭得很慘, 安入,遁守謝罪, 袁安入來,遁守,請罪, 即是說我沒有盡責任勸好你, 上若,漢文帝說,以不用公然致止, 因為我不聽你的說話,終於搞到是這樣, 安若, 袁安跟他說, 上字潑,你放心,此往事起, 我悔了,這件事已經過去了,有什麼好後悔呢, 此陛下有高勢之行者三, 因為你有三樣行為,是很高的, 即是很高潔的, 你做三件事是有很高的道德戒律, 此不足以毀滅,這件事不足以毀滅了你的明星, 上若,吾高勢行, 三者何事,有哪三件事, 我的道德行為是高得很厲害, 安若,袁安答他, 陛下居代時,你在做代王的時候, 太后常病,你媽媽病了,三年, 病了三年,陛下不交接,不睡覺, 不解衣,不脫衣, 湯若非陛下口所上佛進, 那些湯若你不是親自試過, 是不准太,不可以讓太后吃, 扶曾心,以暴衣由難治, 曾心是一個平民,這樣做都覺得很困難, 金陛下親以王者修之, 你以王者的身份來這樣做,過曾心, 孝遠矣,你還要孝順過曾子, 曾子是出名孝順,這個是第一, 扶諸女勇士大臣專制, 到了諸女勇士那時候,被大臣推翻了, 那些大臣很大權,究竟他們想怎樣,是沒有人知道, 然陛下, 從代,在你代國那裡, 誠陸傳,陸傳池不測之冤, 坐著六隻馬, 的馬車, 直駛京師,是不知道有什麼事情會發生, 可能他們會引你來殺了你,但是你不怕, 雖笨勇之用不及陛下, 盲笨那些勇敢的人都不夠你, 因為你不怕那些大臣去殺死你,是一個很勇敢的行為, 陛下至代底, 到你去了京城,西向讓天子位者在, 兩次向西,他們來求你, 那時候東西向就是平等, 推讓不肯做天子,兩次, 南面讓天子位,結果他們推了你上去, 你再推遲了三次,讓天子位者三, 扶許游一讓,許游只是讓一次, 而陛下五二天下讓,五次辭讓天下, 過許游四二,你超過許游四次, 而許游都是以這樣來出名的, 高士,陛下, 千淮南王,你驅逐淮南王, 趕他去邊境地方, 欲以苦其治,其實是想他捱一點點, 訓練他,使他改過,想他改過自身, 有思慧不緊, 服侍的人不小心, 故病死,所以病死了,其實真的不關你事, 於是尚乃解, 於是就沒有那麼悲痛,漢文帝約, 張奈何,如何好呢, 安若, 袁安說,淮南王有三子, 他有三個兒子, 唯在陛下矣,陛下想怎樣補償, 就對他三個兒子好一點, 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 於是漢文帝立了淮南王三個兒子, 都做王, 安柔此意, 明重朝廷,因此他這樣, 前面講的話又對,後面又會安慰漢文帝, 當為為淮南王三個兒子, 爭取王位, 所以這些節緣都很尊重他, 很尊重他,